我们现在来介绍极限的求法的这个题型 这个题型可以这么说 是最简单的题型 而且看起来最难 做起来最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话呢 往无限大走 只要是题目是有分子分母的 分子分母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来可以做一个比较 分子分母的话呢 它的话呢 要看看它的等级谁比较高 如果说分子比较 上面的比较强 答案就会变无限大 或负无限大 如果说是底下的比较强 答案就会变成零 如果说是一样强 我们就要比它的带头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请看上面是一个多项式 下面也是一个多项式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的话呢 是约略是等同等级的 再来看 22 这两个是二次方 底下也是二次方 完全同等级 那么我们答案怎么写呢 我们答案的话呢 就知道 我们后面的部分 是直接的话呢 不要去理会 我们只比带头的 所以这题答案是多少呢 所以答案的话呢 直接写它带头的数字 答案是三分之四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题 两个是同等级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写的 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呢 看起来是一样 不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底下的带头的是几次呢 它是五次 上面的是三次 不论这个系数有多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x往无限大靠近的时候 底下会比上面快速非常多 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说分母会非常大非常大 那么答案会变多少呢 我们就直接写零 零就可以了 再来看第三个题型 第三个题型是 上面带头的是四次方 底下是二次方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上面跑的会比底下的 要来的快很多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猜猜看 答案会往哪里走呢 它会往infinity走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不一定能够 不一定分子分母 它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多项式 像有一些情况的话呢 比较特殊的 像有上面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有的时候很难处理 那么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有适当的方法 但是要学到微分才能做 那么我可以教各位同学一个简单的看法 我们什么看法呢 我们用等级来看 我们最高等级的话呢 是x的x的x次方增长的最快 那这个呢叫做什么呢 一个惊叹号的 我们称为阶层 这个如果同学没学过也没关系 那就不会碰到 再过来是指数 a的x次方 如果变数是x是在上面 我们称为指数函数 比如说2的x次方啦 3的x次方 再过来 x的n次方这种属于多项式 再过来的话呢 是对数 最弱最弱的是三角函数的sine 来我们来看再说一次 最强的指数 我们常常见到 指数任何的一个指数 都会比多项式要来得强 然后的话呢 任何一个多项式 又会比对数要来得强 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的话呢会往哪里走 我们就来看 这个8不重要 基本上来说一个数字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个别的一个数字的话呢 都不会影响到它的 这个比率 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上面是x的100次方 这个是多项式 相当的大 可是这里是指数 那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们 x当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上面大还是下面大呢 底下的话呢是增长得比较快 于是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0 只要分母的话呢 趋近的变大的比率 比较强的话 都会变0 再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底下这个3x减3 各位同学 不要注意到这个减的 减3不重要 因为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减不减3 都不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来看上面是对数 对数是一个增长非常慢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是x 是多项式 所以的话呢 各位同学来看看 根据上面的情况 我们知道答案是多少呢 底下的话呢 增长得比较快 答案是0 像这样的题目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话就可以交到这个地方 像这么说一样 然后还来看再见 的地方